日月潭最近这几年 因为开放中国游客观光的因素 前来的游客暴增了好几倍 因此靠着街头卖艺的街头艺人 都希望占到好地点 甚至是好的时段 增加更多的收入 但二线竞争下 让首规矩的街头艺人 几乎无法生存 或许就是因为黄金时段的关系 有些外地来的艺人 他们就想些办法 要想着黄金时段了 因为我们的管理处 当初是一个美艺 是希望在声障方面的表演者 有加分的效果 有积分的效果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申请到场地 那变场到后面 我们没有声障的这样的身份 或当地的这个原住民 就比较没有办法 申请到演出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几乎一个月 都没有表演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传出有人利用 声障人士有加分 及优先选择场域或时段的优势 再加上利用人海战术 来恶性抢夺黄金时段 导致不少其他的街头艺人 不是只能在冷门时段演出 或甚至抢不到表演的机会 导致收入减少或根本没有收入 对此日管处表示会加强稽查 如果说他违反我们相关的规定 我们会报县政府 他可以暂停他 比如说几个月的这个申请 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 甚至取消他的街头艺人证 日月潭周边许多主要景点 是许多街头艺人争相表演的地方 但却屡屡传输使用不正当手段 来抢地盘的纷争 这几年越演越烈 该如何规范达到公正公平 主管机关可要加把劲管理 记者弄南投鱼池采访报导